它是帮助你检验 你那个力量的方向是对还是错 你的启动是对还是错 不要想要把它推开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安静 只有一个 你这是什么 所以你看看它做的 跟跟刚才你跟刚才你做的一样 你这个弯走你不是弯走 你是把小臂收收收收上来 你是把小臂收上来 你的走没出出去啊 你看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的意图在这边 你的你是在动这个走间 不是在内 不是走内哦 不是走内弯哦 是走外尖哦 外面这个尖哦 是这个尖往外出 尖往外出 你的尖没出去 所以这都要你自己去分辨 是 这样子 这样不是走 不是走 走在出啊 不是走 是小臂出来感觉好像成了 成了一个走 走天 可是走没出啊 不是走往外出 出的力量啊 好 所以你要了解我一直强调炼跟用是两回事 绝对两回事 炼的时候一个一个炼 炼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炼 啊 啊 所以你在炼的时候不要想着用 你说我这样打打人吗 不是 是 是你在炼的时候 你先要一个一个 你都会操操控它 能够分的清楚 才能够合的 合的严 严 严 能够分 才能合的好 你分不清楚你的合不是不是真正的合 要不懂 啊 那是那是乌那是乌合之众的合 不是一个军队的合 一个真正军队的合是分的清清楚楚楚的 啊 所以我们炼是炼分 啊 一个一个分了以后才能练合 用的时候就不管 用的时候就不管了 啊 啊 所以要知道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练 大部分时间在练 啊 好 去慢慢试 而是要放掉的 而是要去放掉 而学会 学会控制你的身 身 什么叫做控制 控制身 精确的 精确的 控制你的身 身 是不是 好 一般我们没有那么精确 啊 手动 手动就动嘛 谁管是从哪动 都做出来了 都做出来了 对啊 要不懂 慢慢做会比较有问题 对 一定要安静 要慢 因为这样子 经常也觉得是 然后动中间 可是慢慢就会发现 肌肉都很大 对对对 过太快就感觉不到 对 所以要慢 你才能感觉说 诶 我启动在哪 我在动的时候肌肉是 收紧的还是拉 拉长的 好 好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是使用身体的 什么部位在做它 嗯 是这个 对 你的关节靈活也是 不一定 你会 对 对 对 关节靈活是 所有的人都 靈活 靈活度都够 只是说 你在用它 你自己把它绑 绑住 那我现在就是要你们不要 不要把它绑 绑住 绑住意思是用旁边的一些肌肉管 你在用它你就绑 绑住 哦 绑住 太大 啊 那个muscle tendon 你在用它是不是就紧了 好好 对 看不懂 嗯 你松开的话 松开 基本上每个人的关节的活动度是一样的 那他们肌肉比较少的 当然活动度会比我们肌肉大的还要大 嗯 但基本上你放松的话 应该也不会擦很 嗯 好 所以他们肌肉大的像 它肌肉 比较强嘛 有些肌肉比较强的 可以用那个拉伸的方式 把肌肉先把它松 松开 嗯 嗯 因为我家里也常常有那个肌肉 找一个东西 然后这样拉它 然后 但是其实 它被主动 对 你不是拉它 你还是一样把重量放出去以后 对啊 你要去注意 放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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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做的是放放松 对 不是去拉 嗯 就是放松的时候 它会就是很松 很不舒服 对 是对吗 对啊 但是不要做多 会 就很麻 麻会 啊 好 几秒就 走不了 对 对 啊 但是一样是 它回头其实不表示你会 你会 因为 因为 当你在做 当你在拉的时候啊 嗯 你不去注意放松的时候 你的身体它会紧张 嗯 你的身体会紧 会紧 嗯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在拉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的身体认为这样不对 这样有危危危危险啊 所以它反而会收 所以你要你要很很很很觉知的 你要sense到它在它是不是在收收收收收收收说 嗯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怕 嗯 对 非常转 对啊 好 好 好 要 要 但是我们做这些东西还是也不一定有办法 做 做做做什么 就是做那些 哦 收收收的 当起动点 那些东西 就是刚刚就那些啊 有啊 有啊 会啊 就是你的启动点要对 哦 好 好 哦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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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的 嗯